我们卫都刺客兰呢 在新赛季来了一波小改动 二级人的生命回复 新增了额外生命加成 并且空放的时候呢 也可以获得一层印记 看似这个改动平平无奇 实则非常有用 那么本期视频 咱们就要玩一首肉兰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兰身板很脆 经常别多切身了 一下就融化了 所以初恋肉粥保护自己 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打出初衷 在玩肉兰之前呢 我的脸上是没有效的 玩了肉兰过后呢 游戏打打着 我自己都绷不住笑了 初出的刺客呢 身板会很脆 虽然输出高了 但是会被被咬 有输出但你打不出来就没用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阶段 输出越高输出就越低 然而初衷呢 虽然我们输出不高 但是我们活的给我久 打的就越久 能够把输出可以打穿 所以说明输出越低输出就越高 而且二级人空放以后 获得印记 我们的容错呢 就会大大增加 一顿成绩 接下来我就会给各位实战展示一下 不需要什么踏出的 只需要大招把人往回拉 然后疯狂点二级人就行的 进入游戏 最怕我们红开装对抗弩 暗门的商量野区 我们就来支援 又二级的先进一个印记 对面巴结发现我了 再往后撤 但是没有用了 大招到定局里 然后普攻点二级人就行的 虽然出错失误 但是前撤赚能力的 我们和输出呢 是差不多的 白起来这么多人 感觉要打团了 我们都在靠一下 好大闪了 这个时候呢 不要直接开大 我们先使用二级人挂两下 然后再用大招把点给推回来 肉兰的大招呢 基本上就用于回推 把点带过来 方便队友输出 我们白起来往下传 射了四波机会 我们直接冲上去 果断一点 尝试把点给留住 不要担心被激活 我们的人数很高 可以尽情在人队里面乱窜 对面江子昂被留住 马超和送到箱呢 他俩激活打我一个人 我们抗一波伤害 然后直接走 虽然这波状态被打掉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只需要在野区里面 刷一圈出来 然后状态就满了 玩了肉兰过后 以前不敢打的架 现在敢打了 以前不敢开的团 现在敢开了 以前不敢清的兵线 现在敢清了 对面马超和江子昂 还在看我 你们在看什么呢 大招赶要拉回来 直接打出一个载件 人一旦自信起来 操作是会变强的 由于拿着机子在这里 他的跑度速度不低 轻件效率也不错 跑度快 轻件快就意味着 我们的发育也快 击完下动兵线 我们直接往中路支援 江子昂的一个位置开不了 但潮底有个八戒 这是一个机会 二斤断案卷 拿半叠锁然后拉回来 跟队友一起激活 输出八戒一模 摆起来了 大招潮中的江子昂 重新被减速走不动路 敌人的资源也赶到了 快撤快撤 说实话 这一波我并不是很怕 但是队友手里没技能 我怕他们几个 没法保护自己 急下这边位置 我们来电后台 其实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他妈的 急上还在追我们 还要追吗 还要追吗 我上了 孩子们快走 我来保护你们 就让我为了这大爷而牺牲吧 大招拉一个 二斤断的转 不行了不行了 孩子们真的扛不住了 我先走了 对面八戒被击杀 我们自然没人掉 还不做 对面马刀趁我在开 暴击的时候 把我的蔡文鸡给击杀了 算还趁人自威 飞君子也 兴起来的对面脆皮 买几下手 这可不行 大招咬三个 直接开转吧 虽然我这个位置被击火了 但想要干掉我 还是差点力气 毕竟我男师傅 也不是面团爹的 是时候了 来拿掉对面这个蓝buff 是时候在对面人队里面 进行游龙了 熬引一个火龙 火人直接击杀江湿牙 对面马刀过来了 直接冲上去 千万不要怕越塔 因为对面比我们更怕越塔 不需要多余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会点二几成就行了 在人队里面穿过来穿过去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 虽然做不到第一时间秒杀点 但是机遇的心理压力 那可是非常之大呀 打赢这么破坏过后 我们直接开始中推 这里我稍微有点自信了 直接往人队里面冲 扛个塔伤导致自己直接暴毙了 不过好在中路高级是退掉的 刚复活出来 我们的异星呢 就被对面马刀就急杀了 局面变成四大无 对面可能要开这个主宰 不着急 我们先拿掉这个buff 熬引在往中路靠 但是我们的白起呢 没有大招 敌人在往前压 如此纯纯运动 别急要打住 我们等着对面一个破绽 给大家看 我们的感觉 如果我们比较地 闪着 我们一起变化 感情 周是我们的感觉 美丽的感觉 是啊 我们的感觉 似乎 不错 爱 Blo установ 中共 香港 那么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如果喜欢就点赞 或者三连关注支持我的下巴 那么我是龙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